5月1号方天晚上 七点过吧 一男一女一男小孩 六家人他们肯定是玩人家回家 那在河滩上那个车油行的特别多 然后他们可能是不想麻烦其他车 很多车就沿着那边上回去 那边上可能就太窄了 就会涉点水 结果晚上那个水位降低了 水泥也很湍急 所以就可能就出现了这个意外 那个车就飘到中间去了 然后呢叫他摇车窗下来 他复杂式的车窗摇不下来 从后面的那个车窗不要怎么就摇下来了 就赶紧让他们把人弄下来 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些懂水性的同行呢 就把他们接着 就把娃娃和大人耗下来 但司机呢他会游泳 但又不好下来呢 他就在车上游着了呗 我朋友水性好 就准备了游泳帮下去 救那个司机的时候 当地的村民拿了一个小船 开了过来 然后我们就坐着小船去 把那个司机捞下来 我们又把我们朋友送到那个车边去 然后把那个脚盘的挂钩给它挂上 我们朋友和我们家俩的车 动力还行 然后我们前后车就一起发力 把他那个车从水里面拖出来了 那天就还凉凉着 我们这有营地嘛 跟他熬了点姜茶 他们找到衣服穿就OK 甚至都没事 就是车在撕在撕在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